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市面上常见的滑翔液冰桶 所谓滑翔液冰桶 当然是有储冰的功能 把滑翔液冰桶的盖子打开 里面有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就是放储冰的冰块用的 下面是放冷藏的食品 在这个冰桶最下面的话 有一个这个泄水帆 把泄水帆打开以后 融化的冰水就可以从这个泄水帆里头排出去 为什么叫滑翔液冰桶 就是因为它这个冰桶两边的话 有两块板 这两块板打开的时候 就可以作为桌面支撑 然后大家坐在旁边的话 可以吃饭当做桌面室 每个盖下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小椅子 这小椅子我先卸出来了 就不会给大家单独的展示这个卸小椅子的过程 滑翔液冰桶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下面在倒门 我平时要出去的时候 就可以拉着这个把手 拖着这个冰桶出去 这样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好冰桶就接着到此了